主持人 首先我想要趁這個場合才辛苦了 因為其實近期都收到很多在醫院 真的好像戰地醫院那樣 病人直地而睡 而醫護人手也是很僅存的 很辛苦現在在公立醫院 各位前線的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其實在政府的上層的政策 有一些漏洞的期間 令到很多醫院都出現病人堆滿的情況 我覺得一直都可以用一個分流的措施 可以做得好一點 這個就先感謝了我們的前線醫護人員 第二樣就是 政府現在今天這個會議 就是有六條的附屬法例 其實有法例就是希望透過法例 令到我們某一些規管一些的行為 譬如包括戴口罩 以及疫苗的通行證 但是偏偏政府現在的抗疫設施 抗疫的措施我覺得是正在退後 我很希望局長 你真的要大家再反思一下 什麼叫做退後 就是現在你們這個星期 是換了用這個自願檢測 剛才你也說了 那個上部平台都沒有做好 現在我們以往本來核酸檢測 就是大家有一個規定了 有一個強檢令 然後他們不能出去或者其他 現在我們就是自己在家裡檢測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自願自檢 自憑自報 你喜歡報就報上去 他不報其實你耐去不寒 然後如果他確診了又怎樣呢 就變成自閉自醫 自生自滅 在家裡有沒有藥 有沒有人送東西上去 我告訴你大部分都沒有的 然後康復又怎樣呢 自慾自放 我康復自己放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六條法例其實 你所有事情都是自願自己做 你報就報上去 你平台還沒有 現在報都不能報的 那其實你現在的法例 究竟你告訴我 這六條法例其實 你的精神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連推出一個 就是用一個自願抗原檢測 這個申報的平台 都可以這麼大的時間落差呢 我覺得在現在我們打仗 第五波的了 不是不給你們時間的 已經是試過四次 還是這樣 這個是不可能接受的 第一 第二呢 剛才也有議員說了 究竟我想問局長 你上一次下街去街市和藥房是何時 你剛才說 沒有這個退銷去短暫 我們日日 那些議員和那些社幹 都是下去撲藥 你知不知道現在什麼 退銷藥、咳藥水 就算快來 潤喉糖都快沒有了 你對上一次是何時下個區 看過這個情況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街市和超市混亂的情況 我想問一問 我只是想你貼地點知道 究竟下面發生什麼事 第三就是 剛才有議員都說了 我們現在立法會議員 就是做這些個案 整個個案 我想問問你真實的個案 一家五口 全部感染疫症兩條線 沒有檢測包 不去街買藥 又在下面叫人買藥 沒有退銷藥 沒有藥水 沒有咳藥水 請問你告訴我 你教我怎樣幫助這個家庭 還有是 你剛才所說的 已經有支援隊 我想說他們打了三天三夜 都沒有人聽的 這些個案 我想問你會覺得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是否全部由我們立法會議員 或者我們社區的義工去處理 究竟你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這是第三 第四就是 這個安心出行 其實功能已經廢了 因為現在你根本都不會通知 我們的風險情報 我想你們現在你們有法例 是599L去做這個疫苗碼 可不可以你真是一站式 你一次過推出這個港康碼出來 包括有沒有接種疫苗 還有是不是做了檢測 如果有6碼 你就可以出去一些公眾地方 可不可以一站式去處理 麻煩你 好 局長請 是 關於我們今天討論的幾條法例 當然都是基於一路以來 如果需要推行法例去幫助防疫抗疫 我們就推行了 所以這個和我們面對另外一些 處理那些確診個案的流程 我想就沒有那麼邊緣關係 我想法律和法律討論 如何去優化所有和這個檢測 去隔離的配套 我們一定會檢討 還有希望盡快去做得好些 關於市面對很多日常物資 藥物食物的缺乏 我們完全理解 我自己也理解 所以這方面我們當然透過 除了管港 我們自己的能力 就是要一些本地的一些經銷商 盡快入多些貨 做多些存貨之外 也都會透過現在內地的渠道 幫我們去要求它 發出要求請內地幫我們 在不同方面支援 其實內地的反應是非常正義 我們都繼續會循循這個途徑 去拿多些物資 包括藥物的 當然關心出行現在沒錯 這個系統在這裡 它的應用會不同了 但是其實在不同的階段 這個程式都可能會發揮它的作用 歐醫生衛生學衛中心都說過 現在這麼大量的個案 或者這麼大量的 在社區浮動著的一些 譬如無精臟個案等等 未必純粹靠這個電子平台 發揮到一個早發現的途徑 其實反而政府都同時去鼓勵 就是繼續鼓勵市民 如果在原檢盡檢一個角度 它可以去社區的流動中心 或者檢測中心去接受測試 謝謝主席 主席 市面真的沒有藥 市面真的沒有藥 所以局長其實是不是 要叫我們的市民在家裡自生自滅 現在他們真的沒有退銷藥 那怎麼辦呢? 你教我們應該怎樣做 局長 你給我們一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們應該怎樣教他們做 發燒母藥 我猜如果實際去到一個臨床處理 通常如果發燒其中一個處理方法 當然是用一些溫水去敷 比如小朋友可以去溫水去抹身等等 或者喝多些開水這些方法 都可以短暫處理到的 藥物短絕我們明白 我們會繼續努力去找多些藥 找到香港的 謝謝主席